词曲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要活得更加坚强 他感言没失去希望 期待那颗花火为自己绽放 我要活得更加勇敢 不管命运要如何逆转 撑起家的钢丸 我为你报价护航 我要活得更加坚强 擦干眼泪失去希望 期待那颗花火为自己绽放 期待那颗花火为自己绽放 已聞到我 未经许可 刀 未经许可 热90年 野草 莉莉姐 怎么了 就是那个婷婷啊 她不愿意化妆 你如果不马上去现场 我会让你永远 消失在这个圈子 是 俊俊 你待会儿跟她说一下 手的动作不要太多 婚姻想画面更多 好的好的 姐 我终于要跟你见面了 妈都告诉我了 当年是你自己选择留下 让我跟着妈去香港过好日子 我知道 你现在特别辛苦 怀真运还得工作 妈给我的任务啊 就是要把你带回家 等着我哟 电话 你订一下啊 好 好 莎莎啊 可是我现在还在工作耶 没关系啊 我可以去找你啊 好啊 那我把定位发给你喽 嗯 莎莎 我是萱萱 萱萱啊 什么 什么 孩子 是贱萍的 你一定要让她知道 好 我求你 你一定要保住我的孩子 我知道 我会告诉她的 你放心 你不要再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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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人就到医院了 再坚持一下啊 你放心 我会跟她说的 不是不是 怎么了 诚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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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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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狐狸怎么样了 对不起 我们已经尽力了 孩子保住了 姐 姐 我姐 别跑去 你不再叫 我姐 你让我跟我这么犯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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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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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第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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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第一 我们第一 今天高兴了吗 妈妈我今天最高兴了 我也是 特别高兴 今天是孩子们最高兴的日子 以后我们还正要多参加这样的活动 以后都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玩了 妈妈可要说话算数哦 算数 我接个电话 好 给你解开 喂 喂 婷姐 忙着呢 没有 怎么样 你见到凯文了吗 她身体还好吗 我哥真幸福 天天有人惦记 婷姐 我现在啊 人在香港呢 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带的 比如说化妆品什么的 没有 我什么都不缺 凯文她到底怎么样啊 婷姐 我跟你说啊 我哥现在病气 喂 喂 喂 家文 你还好吗 哦 婷姐 没事 我刚才看到一个长腿美女 手抖了一下 手机没拿稳 好吧 回头你见到凯文 第一时间要通知我 知道吗 放心吧 婷姐 那个我现在还有点急事 回头打给你啊 嗯 再见 还是没有看完的消息 没事 别担心 她又不是孩子 这么大的人了 会照顾好自己的 主要是 她身体不是很好 也不知道她人在哪儿 皇亲 妈妈 快过来 决赛要开始了 决赛要开始了吗 走 快 来 电话给我 已经删了 你别再给她打电话了 行不行了 你这是添乱 我现在身体这个状况 我只会拖累她 你又不是她 你怎么知道她不愿意 被你拖累呢 但凡是个男人 都不愿意让自己 心爱女人受伤 不是吗 霸道 你太自私了 你不觉得两个人相爱的话 应该互相承担吗 可能吧 可能是我太自私了 如果我没有能力 让一个家庭 在安全的轨道上运行 超过二十年以上 我绝对不会这样做的 反正我就这么想了 哥 现在医学这么发达 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 这次如果真的能治好我的病 我一定用我后半身 俊尼不忘情 如果治不好的话 我绝对不会再见她 莉莉 对不起 但是妈怕你应该是人在那里 她就吃了那么多的口 妈 没有姐姐就没有我 你放心 姐姐远离了尹家 但为了小宝 我一定要向尹家讨回公道 一定要找到那个尹建平 他毕竟是小宝的父亲 他必须负这个责任 我姐为了他都怀孕了 他还这样对她 真够狠心 不为别的 要为小宝偷回一个生法 我不会放过那个尹建平的王寝呢 阿姨 你就放心 带着莉莉姐回去 我来穿过珊珊姐 姐姐 就爱现在跟妈回去 我会为了你 为了小宝 好回你们应该得到的 莉莉 跟妈回家 你妈醒 小宝以为莎莎 谢谢 跟我回家 姐姐 真是 好久没有这样 一家人坐在一起吃团圆饭了 孟晴啊 你妈忙了一天了 炒的都是你喜欢吃的菜 多吃点啊 谢谢妈 那你们今天多吃啊 我在厨房里还熬着烫呢 我去啊 对吧 不用 坐着 不用 不用 让你妈去 多吃点啊 嗯 哎 王晴 既然不出国了 就搬回来住吧 谢谢妈妈 你就搬回来住吗 妈妈我每天晚上都想听你 你讲故事 你们两个先好好吃饭 我们吃完饭再说好吗 爸 爸 现在餐厅竞争还都挺激烈的 生意也不是很好做 我想 如果我不走的话 想把精力都放到餐厅上 再说那边还有很多事情 我去处理一下 哎哟 哎哟 妈呀 妈 你走疼了 怎么了 妈妈 我走进去医院吧 我走进去医院吧 不不不不 别放我 别放我 越疼 越疼越疼 你自己来 慢点 我来吧 小心啊 这怎么好好的伤了 我来不来不来 我知道我这是习惯性老毛病 没 没 没 我清楚得很 那在家里休息几天 就没事了 妈 我这一直说 给您找个终点工 您就是不同意 我现在这么忙 哪有时间照顾您啊 找什么终点工啊 那不也得花你的时间 你不是没有时间吗 再说了 您找来那终点工 到底好不好 那我也不知道 别到时候腰没好 再给我气出点别的毛病来 别老板 别人想那么坏好不好 行了 那你们去吃饭吧 别管我了 我这老太婆啊 就这个命 儿子指望不上 媳妇也没有 我就在这躺几天 听天由命吧 你瞧你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的 你到底想怎么样 那个 王晴啊 那个 你看 你能不能留下来住几天 就算帮个忙 几天 就住几天 等我这腰伤好了 你想走啊 随时都可以走 妈 要不然这样吧 您跟我回农场 这样我既可以管制餐厅 也可以照顾您 健平也可以安心工作 爸带着两个孩子 也会轻松一点 您觉得呢 那好吧 那 不过 那不过 那健平得答应我 天天去看我 给我换膏药 我 你要是不答应我 我就不过去 妈 我答应你 我去给你换膏药 这样还差不多 行了这样 小心 行 好多了 好多了 那您坐着 我去给您倒杯水 你别忙了 我不渴 你坐下 我有话跟你说 立方 怎么样 好消息 坏消息 先听哪一个 当然好消息了 坏消息吗 因为捷补公司的报价 比我们公司第三分之一 所以过两天 刘老板约谈的是捷补公司 那我们呢 据说他们连合约都已经去扫好了 第三分之一 那这种价格我们肯定做不来啊 我们也不能为了迎合他们的价格 降低我们的品质啊 对啊 砸自己公司品牌的事 我们绝对不能做 这么一大笔订单 就擦肩而过了 秦秦姐 你可回来了 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怎么了 我都快气炸了 包房有一客人 一进来就挑三解四的 一会儿不是说我服务不知道 就是嫌菜品不好 从来没见过那么难伺候的 没事 我去看看 把我准备两盘点心带过来 好的 行了行了 你别在这儿了 让你们管售的出来 您好 这位先生 我是这里的老板汪晴 刚才我的服务员 他们服务得不是很周到 在这里我代表他们跟您道个歉 你们香草餐厅标版的是养生 可也不能清淡到没滋没味啊 您说得对 清淡不代表没有味道 如果您愿意给我一个机会 弥补的话 我现在就下厨 给您亲自做几道小菜 直到您满意为止 这是我倒想尝尝 不过我提起您啊 我的嘴是很刁的 我明白 那您稍等 这是我们餐厅自制的南瓜饼 还有地瓜饼 我们汪总丰富了 让您先垫垫肚子 秦天实在不好意思啊 光姐 不好意思 那客人实在太挑剔了 房间没难了 没关系 交给我来应急就好 小五 你的手怎么样了 没事了秦天 以后有什么事记得告诉我 好 先生 您的菜都上齐了 您可以尝一下 看合不合您的口味 没想到啊 味道这么好 谢谢您夸奖 这么好的菜 在菜单里居然没有太可惜了 我建议把这几道菜 作为看家菜列入菜单 一定会卖得很好 这些菜都是家常菜 所以才没有被列入菜单 不过您的建议 我会好好考虑的 我想打一份南瓜饼 一份地瓜饼 带回去给朋友尝尝 没问题 我现在就去安排 老板娘 我姓汪 汪老板 那个明天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国外的客户要来 他非常喜欢吃中国地道的家常菜 这顿饭对我很重要 你比较会把握顾客的口味 我想你一定会帮我安排好的 没问题 您放心吧 汪老板 这是我的名片 谢谢 妈 什么事啊 建平啊 我这腰啊疼死了 怎么办呢 那你赶紧叫汪晴啊 人家汪晴累一天了 早都睡了 我怎么好意思叫人家 我当时说什么 我当时说您就别去 您非要去 去了以后又不好意思叫人家 那您去干吗呀 建平啊 你 你过来 爸妈这腰贴几片膏药 好不好啊 我 我 孩子刚睡我走不堪 如果我去了 那让汪晴看了怎么说 说人家照顾你照顾的不周 那多不好啊 没事 我打一大门 你悄悄进来 提完膏药呢 你再悄悄地走 神不知鬼不觉 行了 爸别折腾了 您赶紧回来吧 你到底来不来吗 行 往来来来 往来 你啊 就直接到客房就好了 知道吗 哪间是客房我不知道啊 就是正对大门那间 那行 我可说好了啊 我切了膏药就走 别到时候又找别的借口 瞧你这话说的 我是你妈 我知道您是我妈 你行 我马上换衣服 好 王晴啊 你睡了没有啊 没有 妈 您好 怎么了 不舒服吗 不是 我不认床睡不着 这怎么办啊 要不 我给你换地方睡 好 那好 那好 你睡我这儿吧 谢谢 来 慢点啊 好 小心点 你怎么还不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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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母呢 她说睡这个床不舒服 所以去我那儿睡 我也想干脆让她睡我房间好了 我睡这边 那我去睡了 秦秦姐 要不 这样吧 我睡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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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睡觉了 我睡觉了 是吧 妈 建平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 妈 你的腰 我以为 我以为是我妈 这 对不起啊 我听秦姐说伯母要去秦姐房间睡觉 秦姐要睡客房 我觉得秦姐又比较辛苦 我的房间呢又比较干净 所以我就让秦姐睡我房间了 不 你怎么在这儿 既然来了就别走了 天宁 收拾个房间 让建平睡 明天早上 带着妈在农场里好好转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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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功告成 莎莎姐 您这身太漂亮了 无力 对对对 莉莉姐 真是太香了 刘先生很期待今天的财品 放心吧 都已经准备好了 老板亲自下厨 包你满意 刘总真高兴又见到您了 汪老板 来来来 汪老板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来自美国的客户 布鲁斯先生 布鲁斯先生 这位就是餐厅的老板 汪女士 你好 布鲁斯先生 你好 很高兴认识您 我也是一样 欢迎您光临中国 没想到您的中国话讲得这么好 因为我很喜欢中国 布鲁斯先生 你们今天有什么特别的菜品 想要品尝吗 每个小姐安排的菜很美味 谢谢 那我们可以上菜了吗 好的 刘先生 我们可以不可以跟这位漂亮的老板 和个音 王老板 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 来 来来来 来来 我们一起安排 来 好 我专门去给您打的包 好吃 嗯 真是的 味道不错吧 嗯 那个 你再吃点 我不吃 我吃晚了 喂 王晴 怎么了 你认识一个刘总吗 哪个刘总啊 维新集团的刘大银 我当然认识了 就是那个 我忙着争取的那家大客户的老板 是这样 他刚才在我这儿吃饭 他让我转告你 让你明天去一趟他的公司 去公司找他 嗯 明天上午 你别忘了啊 我先挂了 怎么了 是不是王晴 又不让我在这儿住了 嗯 下哪儿去了吗 没有 那那个 这样 我得赶紧回公司 您好好吃吧 我有事也处理呢 好 好 再见啊 妈 谢谢 刘总 那您叫我过来的意思是 是这样 你们再根据 布鲁斯的要求 做一些修改 这个项目 我们决定了 就交由你们公司了 太好了 非常感谢刘总 这样 在价格方面 还有其他的要求吗 现在呢 这些都不是问题了 具体的工作呢 由技术部门跟你们对接 细节修改好了 我们就签约 好 太好了 刘总 您放心 我会尽全力完成这个任务 好 这单子拿下了 这是称的吗 当然了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我跟你讲 刘总重新考虑了 我们跟杰普之间的优缺点 刘总对我们方案上面 对这个质量和服务的追求上 是非常的满意 非常的认可 所以这次 我们一定要认真的组织项目实施 进行严格的监控 并且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 进行及时的调整 好 我马上去做 来 那个帮星期天晚上带孩子来家吃饭 要不要跟贝贝一起来 你都下单任务给我了 我哪还有时间啊 下次吧 成吧 算我欠你的 好嘞 忙了 嗯 说说看 这些都是谁 豆豆 小智 尹家的两位老人 爷爷奶奶 尹建平 那这个呢 尹建平的前妻 汪晴 很好 都答对了 其实她很漂亮哎 这样子都会被劈腿 这世界上到底有没有什么是真的呀 到底有没有真正的爱情 跟浪漫的婚姻呢 什么是真的呀 钱是真的 你没有钱还浪漫呢 没钱就只能流浪了 没时间赶赶赶紧复习啊 嗯 你跟汪晴什么关系啊 高中同学 死党 还有一个尹贝贝 那你跟尹建平正式结婚 是哪年哪月哪日 正式离婚又是哪年哪月哪日呢 这种数字的东西死贝就行了嘛 你要问一点高难度的 比如说 他们的生活习惯 还有价值观之类的 好 那我问你啊 你是怎么介入到尹建平和汪晴之间的 中间都使了什么手段 如何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美人计 苦肉计 挑拨离间 欲擒故纵 落井下石 好像三十六计该用的我都用过了 连走围上计都用了 我真的好厉害啊 我是不是应该出本书叫 第三者理论与实战之 如何将三十六计应用在婚姻关系中 严肃点 严肃点 继续 既然你这么辛苦争取到名分 当上了正宫 那最后你又是因为什么 自愿离开了尹建平 结束了这一段婚姻 玄玄 其实这样想起来 我姐真的好可怜啊 她究竟是爱上了怎么样的男人 才会有这种下场 尹家就是这样无情的呀 行了 别想了 你要记住啊 这次去是干什么的 我知道 是一次不一样的挑战 要为我姐报仇 可是 但是不是所有的男人 都是这个样子的爸爸 你是不是还想着 你在香港救过的那个男人啊 想啊 干嘛不想 他这么高 这么帅 他就是我的白马王子啊 我的身体这么虚弱 明天就要使用新药了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撑下去 我发誓 只要新药见效 从获健康 我这一生 一定守候在王晴身边 不离不弃 万一失败 我从此不再见王晴 永远不会再拖累他 王晴 他在驭散鸡 是不榫不在乎 是不在乎 叔叔 受伤聚的职务 伤职说 药田 真石精许 尽未有很多淡帐 金梯 岩手 我现在唱一首歌给你听 是你在大学时候 最喜欢听的那一首 当初要不是姐姐选择爸爸 留下吃苦的就是我 所以以后见到姐姐 我一定要对她好 永远地对她好 我想我已经离不开你 一点一滴的幸福力 任时光匆匆流去 我只在乎你 没有你的笑 让我无法回忆 人生几何 能够得到质疑 生命有了你 不再冷静 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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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怎么会这样 亲生 哎呀 果然是女汉子的年代呀 在童话里都是睡美人 到你这儿变成睡王子了 你是不是以为给了他深情一吻 他就会变成王子醒过来 你有没有过那种感觉 当你注视着一个人的时候 你的心里就会起点变化 你就会想要一直陪在他的身边 照顾他 关心他 就算他不爱我 我也会继续默默地守在他的身边 哎呀 能晕在大街上身体能有多好呀 你还想一辈子陪着他呀 哎呀我拜托你 找一个健康的王子好吧 就别白日做梦了 醒醒吧 你现在必须面对的是尹建平 和他的家人 嗯 我知道 为了我姐 为了小宝 我们必须要出发 嗯 这是给我的 对 公司的业绩能够再创辉煌 基于刘总的项目 这中间也功不可没 所以我想把我名下股权的百分之十 转给你 刘总的事情是无心插柳 我并没有做什么实质性的帮助 这个我不能要 话是这么说 但是如果没有你 我根本接不到这么一个大单子 所以 这是你应得的 你一定要收下 受之有快的事情我是不会做的 这个你应该了解 那就这样吧 就当是 给你餐厅的投资 行吗 建平 凯文 已经是餐厅的股东 我不想把事情搞得太复杂 为什么呀 为什么非得拉开我们俩之间的距离 为什么 我们在签订离婚协议那天起 就已经有了距离啊 没什么别的事 我先走了 莫青 那就这样吧 就当是我给两个孩子买的保险 行吗 做爸爸的关心孩子总可以吧 我们俩有两个孩子这是事实吧 行吗 好 喂 林总 开会时间到了 行 我知道了 马上过来 黄晴 就这么决定吧 好吧 就按你说的办吧 我先走了 谢谢 不许动 为什么 这是要跟你们妈妈的一个惊喜 什么惊喜 生日快乐 谁生日啊 快坐下 我们一起等妈妈 乐乐 发新家了 高兴不啊 高兴 妈妈你快看看这个 生日快乐 来 李王爷 把酒拿来 来了 今天谁生日啊 我怎么不记得 今天是个好日子 所以在这里 我衷心地祝愿我们每一位 都能够 在有生之年快快乐乐 孩子们 爸爸说的对不对 对 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都快乐 我们全家都快乐 说得这么整齐 对对对 今天是个大好的日子 全家团圆 建平啊 你不是有东西 要送给汪晴吗 什么东西啊 汪晴 以前都是我错了 我做的最愚蠢的事情就是 对不起你 今天借着我们这个新房子 借着这个新的开始 所以 我希望你能够再给我一个机会 你嫁给我好吗 你嫁给我好吗 重新嫁给我 行吗 我请 江苏晴 你应该知道 很多事情过去了 不能重新开始 孟茜 我是真心的 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快给我妈妈带上吧爸爸 来 带上 你不能进 放手 拉脚引荐皮 不能进的呀 我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只要有心一定找得到啊 汪晴 你也在啊 好久不见 狐狸 你跟健平都离婚了 你还来干什么呀 我是看大家都在 好像特别高兴 所以就带来了一个特别的礼物 这个孩子姓尹 叫尹小宝 是你的儿子 我的儿子 健平 这个孩子真的是你的 你能别开玩笑了吗 不是我开你玩笑 是老天爷开我玩笑 我知道你恨我 恨到连我肚子的孩子都不想要 所以你明知道我怀着孕 还狠心地跟我离婚 可是这孩子不能没有爸爸 离婚的时候你怀孕 你没告诉过我啊 我不知道啊 他好像真的不知道 我本来想要成全你们 自己一个人 带着孩子过日子 可是想一想 这个孩子没有爸爸 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他会有多可怜 他现在还小 不懂事 但是等他长大了 上学了 看到身边的人都有爸爸 而自己 被周围的人嘲笑 他是个没有爹的孩子 你想想 他的心里 会受到多大的伤害 健平 不管我们俩的过去 有多么不堪 可是孩子是无辜的 我只能把他带回来找你 行了 狐狸 你不过都那么赖了圈子 直说吧 你想干什么 还要他解释什么呀 我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你当初看见健平事业垮了 你走了 现在健平翻身了 你又想回来了 你们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 但是孩子出生了 这是事实 你以为有孩子 你就可以理这气壮地回来吗 我告诉你 没门 我知道你们容不下我 反正孩子是你们你家的 孩子留下 我走 我走 站住 你过去 我走 你走 看哪gebaut 我走 我走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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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房 情绪慢慢滋涨 眼泪越滚越疼 一段故事被遗忘 谁记得她的模样 爱情总把人烫上 伤口中活在成长 学会改方就发 没必要逞强 一个人一段伤 我对的爱被你围成了一波逞强 不休息等待 不够的在城外来回流淡 两个人的时光 只剩下我一个人独自偏尝 那些心酸的味道 不知你是否能想象 两个人一段伤 我给的爱被你围成了一座逞强 不休息等待 不休息等待 孤独的在城外来回流淡 两个人的时光 只剩下我一个人独自品尝 那些心酸的味道 那些心酸的味道 不知你是否也一样 我给的爱被你围成了一座适 我给的爱被你围成了一座适